PS5为什么需要有Pro第三集 有人说PS5游戏的性能模式和画质模式 画面区别不大 甚至PS4和PS5的画面都没什么区别 只有开了写论眼才能看出来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就要问了 说这种话的同学 你们是不是拿PS5在玩PS4游戏 或者用的不是4K分辨率的屏幕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 得从两个方面出发 咱们先说屏幕 首先1080P分辨率的屏幕 它是看不到PS5 4K的美的 2K分辨率的显示器 它看着也不如4K大电视来的爽来的震撼 屏幕HDR的好坏区别也老大了 当然了好的屏幕价格也是珍贵 大家用的都是PS5 接在不同的屏幕上 效果区别也很大 一分钱一分货 下面再说说游戏 PS4版本的游戏 在PS5上和PS4 Pro上 画面都是4K分辨率 区别真不是很大 比如荒野大标课2 早期的PS5游戏为了向下兼容PS4 它的PS5版本和PS4版本画面区别也不大 比如神秘海域4和战神5 最近发布的一些新游戏 它放弃了向下兼容PS4 游戏的画面越来越好 但是帧率越来越差 这也就凸显了PS5 Pro的重要性 比如最终幻想7重生 蜘蛛侠2 还有今年8月份的黑神话悟空 明年的GTA6等等 像这种拼画面的游戏以后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游戏 那就是不以画面建长的游戏 比如最近新发布的浪人崛起 虽然它是PS5独占 也没有PS4版 但是它的画面被讽刺成说这是10年前的画面 其实像这种游戏也不少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也是我的感受 那就是屏幕尺寸越大 瑕疵越明显 在买PS5之前 我就有一台27英寸的4K分辨率的显示器 可能是因为屏幕小 PS5游戏的性能模式和画面模式区别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我去年年底买了个42寸的4K电视 观看距离不变 分辨率也不变 尺寸变大了 从27变到了42 很多瑕疵不好的地方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最后说一下结论 如果是在用低分辨率的屏幕 或者小尺寸的屏幕 又或者在玩PS4游戏 或者比较初期的PS5老游戏 或者在玩不以画面坚长的游戏 那是会觉得PS5画面和PS4画面没什么区别 帧率模式和画质模式也区别不大 所以这部分玩家应该对PS5 Pro需求不迫切 但是如果你拥有一台不错的4K大电视 又喜欢玩画面好的游戏 又不喜欢30帧的这种玩家 那他们对PS5 Pro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 我就属于这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